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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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牽涉到這些摺紙的技術 現在這個太陽帆 我想他都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就將它整成一個交叉形狀 就可以打開一個四方形的空間 就是一塊這樣的太陽帆 今年的四月發射了上去 進入了軌道 然後他就會在軌道慢慢地去打開 打開的時候也要很小心不要弄壞東西 因為這件事是很薄的 而且也希望周圍就不要有什麼太空垃圾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打開了它 現在終於打開了 打開了之餘 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將一些去飛行的數據去傳下來 現在的事情是這樣的 要留意的是 太陽帆的目標 其實最後的目的是希望什麼呢? 就是他能夠吃到太陽的那些太陽風 就令他可以在太陽系之間航行 但是你真的要能夠做到這樣 你的環是要做得更加大才行 你的環越大 你吃到那個風的推力就越大 現在是一個測試的版本 所以他的環不是很大的 所以他遠遠沒有能力去逃離這個太陽的萬有引力 甚至現在基本上 我是將它 即現在太空總署這個計劃 是故意設定到它連地球引力都逃脫不了 整件事在這幾個月以來是不斷環繞著地球運轉 就好像我們的國際太空站和人造衛星一樣 但是到現在的環正式打開了之後 因為它開始有時候會接收到更加多的太陽風 它的軌道又會少改變了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說 看看它能不能夠正常運作 以及將它實時的接收到多少太陽推力的數據 是傳回到地球那裡的 現在其實對於這個計劃裡面 雖然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很大的很爆炸性的東西 但是現在就發覺這個項目就是正式進入一個收集數據的狀態 就是評估一下它們能夠真真正正拿到幾大的太陽推力呢? 就在這個階段就正式拿數據回來了 很不幸了 我想嘗試進去看現場 因為它有鏡頭在追蹤它 是 但是不讓它進去 因為我沒有登記這個Twitter 不過起碼現在看到就有一個這樣的影像出來 就是它是不是打開了之後 在那個地球那裡在運行呢? 是的 它還會帶了相機上去 現在大家都知道相機有多貴 很輕的 基本上我們現在的科技能夠做到一些鏡頭 就好像你電話那裡的鏡頭 一個基本上二圍平面那麼小的東西 反而比較貴的東西是它的無線電收發的信號系統 所以基本上它現在就可以用一個很容易拍到一個很高清晰 很電很低的高清影像拿下來 就把它傳回到地球那裡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這一件太陽帆這件東西 它大約離地都是幾百公里左右 因為它都是一個比較近地球的軌道 在這個軌道之下一般的人造衛星來說 我們預計它就圓形地運轉 就好像我們的國際太空站那樣的 但是現在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就是因為它的帆已經打開了 它繞到地球背面沒有被太陽照到的時候 就沒有太陽風它就沒有推力的 但是一旦有太陽照它的時候 它就突然之間吃風了 那個風是很有趣的 你不要以為是我們地球上面那種這樣的風 有部分也都不完全是 因為現在太陽給出來是既給出光子 亦給出一些帶電的粒子 那些帶電的粒子 你可以就是形成一種好像我們風的推力 但是這不是最主要的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光子本身 它都會有推力給出來的 但是那個推力是很弱很弱的 但是對於太陽來說 因為它的光子實在是太豐富的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我們這麼重的東西來說 你不是真的打風也不用吹動我 太陽純粹太陽光猛烈一點 我們感受不了太陽給我們的推力的 那些太陽光 但是如果是一件這麼輕的東西 這種由光給來的推力就會更加明顯 而且還要是 但是當你是擺在太空那裡 沒有大氣沒有其他東西遮擋的時候 那個太陽的光子給出來 我們來說太陽能純粹光給出來的推力的效應就會很明顯 現在這些是有數得計的 太陽光的照射強度我們知道有多少 所以它只是光子給出來的推力 可以推動多大的東西呢 我們是有一個理論的估算在這裡 但是那個理論估算和我們實際執行的時候 距離的差異有多大 還有什麼其他不可預知的因素呢 你不放一個這樣的項目你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這次NASA的太陽環的任務的重要性就是在這裡 它正式是第一次在太空之間搜集這個 由光給出來的推力的數據 由於它不是弄得很大的 所以它不會飛走了 所以它給出來推力的數據的變化 就可以圍繞著地球一直傳下來 剛才說到它被太陽照到的時候 它就會感受到那個推力 所以你會看到如果它繞到我們的前面對著太陽的時候 太陽似乎就會比較大力地把它壓回地球這邊 所以它的軌道就會變形 它就會受到力的時候 一直對著太陽的時候 那個軌道就會壓回地球那邊 但是去到背著不感受到太陽光的時候 它就沒有被推 所以它一打開那個帆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它的軌道 就由圓形的軌道輕微地就會變形 現在就變形了多少呢 那個程度變了多少呢 就直接反映到它承受到幾大的推力 現在這個數據就是最重要的數據 就是在傳下來地球 所以這張照片我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真真正正去量到的推力數據才是最重要的 它會為未來的下一個太陽墳計劃 給了一個很寶貴的資料 那在太空呢 如果它推動了 是不是它沒有東西阻礙它會繼續飛的? 是的 只要它一路有光射過來 它一路就會繼續飛的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它飛開它沒有東西推它 或者沒有東西阻礙它 它都會繼續走的 是的 你如果再有東西推它 它就繼續加速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為什麼說 你要指以這件事 來去逃離這個太陽系以外 可以更加快呢? 那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的辦法來的 我們現在在想著就是 講這個目標就是 逃離太陽系有什麼作用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想著 可以長遠地將一件東西推離太陽系之餘呢? 它還可以幫我們去探訪另外一個的太陽系 我們那個叫Proxima Centauri 在我們旁邊的那個太陽 而且我們希望它不停地有得加速 那麼我們太陽一路有光 給出來是源源不絕的 一路就可以一路幫它一路推出去 然後推到它接近別人的太陽系的時候 就不要打開那個帆了 就要把那個帆帆收回來 因為我們希望呢 就運用別人的太陽系的吸力來把它吸下去 就不要讓別人的太陽風推走 那麼現在呢 就希望我們在幻想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將這件事加速到去 比如光速的十分之一這麼快呢? 很快的 光速是每秒30萬公里 就是說我可不可以做到一件事 推到去每秒30萬公里這麼快呢? 那只是用太陽帆行不行呢? 不止 可能我們再加上一個非常輕巧的核動力裝置 結合兩件事一起去 將這件事去慢慢 一路去用一個很綿長的時間 去慢慢加速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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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好像你那些跑車一踩下去就很厲害加速 也不是好像火箭一樣 啪一聲 因為那些一噴完很容易就沒有的 反而我們想尋求一種可以陰一點陰一點 慢慢好像連綿不絕 每次就是加速少少少少 一個很慢很慢的油門 但是最後的極速可以去到很快 我們就尋求一種這樣的方法 我們就說現在這個太陽帆是第一步來的 另外就是一個非常輕巧的核動力推進裝置 又是另外一步 這樣 好 如果要計算數去這個最近的太陽系 那當然如果有太陽系 可能有一個地球 另外一個地球要多久? 你計算一條數 那個最近我們的太陽距離我們四光年左右 如果你是加速最後可以真的去到光速的十分一 那用一個很天真的的計法就是 四光年光速十分一 就是你要四十年 但是中間你知道的 那個速度是你要慢慢開發的速度的 你是開頭不是那麼快 但是你要用很長時間加速的 所以你如果又要多過四十年 所以其實在這個討論裡面 他們不是在想做到光速的十分一 是可能就說不如光速的五分一行不行? 如果光速五分一你大概用二十多年的時間 那為什麼要想到這件事情呢? 因為你不只是傳一件東西去的 而是你那件東西還可以有個信號回來的 而回來的信號是光來的 所以你會這樣計算了 你用二十年時間去 然後那裡拍到的信號用四年回來 那你在一個二十多年的時間 就算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科學家本身去能夠 他剛剛出生到到他就來 退休中間這個這樣的時間 你可以就有一代的人去跟足了 這個這樣的研究 如果你是說用四十年五十年 才去到再用另外的四年寫回來呢 你就要等兩代人了 你很多時候就會是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對於可以在一代人之內 完成到的研究任務 就比較有興趣一些 所以現在又是另外一個例子 千里之行持於足下了 你要想做到一件事情 可以去持續地推進過去呢? 所以現在太陽繁就會是第一步 除了太陽繁之外呢 上個星期是不是那個星輪已經 不是星輪已經 不是星輪 那個星輪 就是那個 忘記是SpaceX還是波音 是波音的 是波音的 有一點點更新 我們先前還在憂慮 它會不會出什麼意外 現在就很幸運 我覺得波音的人都可以鬆一口氣的 現在就是它可以按原定計劃 就回到地球那裡 它回到地球那裡 它回到地球的時候 在大氣之中 有些必須要被燒毀的部分 是被燒毀了 沒有問題 但是它原先那個載人的倉 是可以靚靚仔仔的 用三個降落扇打開 就降落在海邊那裡撈得回 那就沒有烈到沒有爆到沒有燒毀到 這樣子 可以就是說 先前憂慮就是說 萬一載人的時候 會不會中途解體 那樣東西就沒有出現 變了可以比較多的途徑 來繼續做那個錯誤分析 就是當初哪些原件出了問題 現在似乎可以留回更多的殘骸去做股算 就是我覺得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還有就是你可能會問 如果這樣沒事 當初為什麼不送兩個太空人下來 那這些東西是不可以博的 不可以博的 不可以叫做拿那兩個人命來教飛的 那現在就叫做既保存到人的 就是人緣的生命 而且對於這個儀器本身 也都得以做到最大程度的保存 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所以我覺得以波音這次來講 唯一遺憾的就是兩個太空人沒有回來的 而其他東西基本上都能夠按原定計劃 或者繼續回到下來 那我會覺得你除了SpaceX之外 多一間公司能夠成功做到是好事來的 等於以後的太空任務多過保險的意思 但是那兩個就還未定歸期 不定了明年2月 那你怎知道去到2月又會不會有事 我上個禮拜都說了 就請了SpaceX來搞的了 就是下次去 下次預算那次 就跟SpaceX買了兩個位置 來載這兩個波音飛行員回來 是 看看到期時怎麼樣了 我們完成了今天的四節科學生 之後回來我們在科學會一路